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 今天是8月21日星期三 又到了期止結算開始要考慮的時間 今天是有所回調的 上升的板塊縮了很多 現在上升的板塊是這五個 中標珠寶也不要說 其他人也不要說 黃金升的時候 看著美元會跌 電訊服務會升 電訊方面賺錢比較多 中標珠寶也不要說 接著有電訊服務 我們看到中電訊等等 升得比較多 中餘洞也有升 升得比較欣賺 接著是黃金 很簡單 因為黃金上升得比較多 因為始終金價又見到2500美金一盎司 很早的時候 升到1700美金之下 都說 唉 升了 升了 這樣 那些人不相信 不相信 沒什麼問題 然後大戶的 其他方面 就是這些 基金 那些東西出現 媒體方面 都是很細小的東西 影響不太大 好 接著是個別版塊方面 你看到的將會是一片綠 很多 騰訊給他升的始終是因為 在遊戲版上 有一個叫黑色紅空 就是火爆 變成這樣 市場又是這樣 升到普羅里加通道頂時 有阻力 要跌下來 最主要看這裏能否守得到 這次守得到的機會 應該大跌 因為又跌了 所以應該 價值方面看見 可以好一點點 這個位置 怎樣呢 如果拉過來 看到就是這樣 可以回到之前的頂位 應該現在升幅 再下來 升幅又怎樣 再下來 試一下 應該是支持位 希望在這裏繼續上去 這樣就好了 我始終是對這裏 是有些 是樂觀的期盼 好 那再跟著 我們看看 我們今天 可以想想 是可以找些什麼 看看 這樣 第一次可以考慮 終點勝